今晚要与大家见面的依然是给大家带来无限欢笑的欢乐东北风 今晚的主题叫做兄弟你好吗 本期的两个小品都是由大校工坊为大家带来的 所以在彩排前导演就抓紧时间来到演播室调整现场的道具 对啊 这还长有这个 他们都躺下什么 这和这个 那这个说一会儿 刘演 咱们进去看这个大品牌 两张 这个可以吗 还是换另外那个 这个就行 它就叫这个了 它就叫脸脸了 它就叫这个了 那我们就定这个了 谢谢 它就这个 那个有一个小小的 没有啊 没有 没有 这也有什么其中理 咱们在那 站起来 这个干什么 就看它接着 那在前面 前面它后边不是很热的 前面 没劲 那这个不要了 这个 先从这个 来 把你告诉我 前面批你拉 看着 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小品叫做小李说事 是由喜剧演员郭阳 郭亮两兄弟和大家熟悉的喜剧演员崔大奔为 请 打开之后 郭阳和郭亮又来到化妆间 开始化妆 本区的编导也抓紧一切时间 和演员沟通本期录制的流程 这个小品虽然形式十分传统 就是一个简单的谈话类节目 但是导演团队在其中加入了很多包袱 想必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郭阳和郭亮这个作品 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形式 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形式 是访谈 那么哥俩能耍能闹 所以这个主要是以访谈为形式的一个 讲述了一个两个特别 特别就是没用脑子里没东西的这么两个人 去参加完一个叫乐队的阴天这么一个节目 回来非得让他哥给他办一个这个访谈 就是想装大腕 结果什么都不是 满足虚荣心 满足虚荣心 结果什么都不是这么一个作品 其实这个本子比较麻烦 一遍一遍地改 然后他昨天晚上又重新 生当于我们把之前的推翻 重新弄了一个 所以呢整个过程还是比较曲折的 希望今天在台上呢 顺顺利利的吧 郭阳 郭亮 一直是大家十分喜爱的喜剧演员 这次来到欢乐都没风的舞台 也是给观众们带来了无限期待 其实说到你们在上面彩排的时候啊 下面老多粉丝 问 那个郭亮和郭阳老师 到底谁是谁 你们在生活中有遇到这样的 要区分二位的情况吗 太多了 这个很多人都分不清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最好的区别方法 就是我的皮肤啊 好 他的皮肤不行 你看他的脸上全是坑 他就是郭阳 但是我们是这样区分啊 好多人就是后来也就直接就郭阳 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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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叫就叫两个人的名字 我们也就无所谓 当然真的有人叫错了 比如叫我郭阳了 我也答应 我就不去解释这个事 所以说这个 但是比如说 必须得要分个说谁是郭阳 谁是郭阳 但是我呢 确实 那要真说的话 我这脸上确实在当兵的时候 当时爱挤 所以我要告诉观众朋友 年轻的这个朋友们 千万不要挤眼 这个小豆腐 这次呢是这样 因为我们也是时间比较紧 时间比较紧的话呢 我们跟大部分 我们就合作一个嘛 跟最大部分合作一个 所以我们可能 在一个 就是在一个作品里面的 就是我们演过的一个作品的 一个基础上 把它改成 应该是改成一个八成新的 一个新作品吧 对对对 三个人演这么一个 对三个人演这么一个作品 然后一个 也跟访谈事的有关系吧 因为我 我还比较喜欢访谈事的这种节目 包袱也好 包袱也好做好用 然后呢 这个演出来呢 大家可能会更喜欢这种感觉 主要是因为 郭元光亮老师 他俩节奏快 他俩节奏快 我就平时比较慢 完了这会儿会有一点 我会得 就在追着他俩的感觉走 那两个一块一半磨合起来 有没有觉得难的地方 没有 因为都是演员嘛 这么长时间了 就是对两边词 大概就知道 在啥样啥样风格 因为我觉得这个剧本 好像临时也有改动 磨合时间也不是特别长 不长 但是这个小品特别完整 这小品就是 基本上不用被词 都是一项接着一项 一项接着一项 没有任何说 没有什么外插花的东西 或者没有 就是特别简单 就比如你采访我 问三个问题 你多大了 是男是女 家住在哪 就这三个问题 你只要记住这三个问题 甚至就大家随便聊了 虽然彩排时间不长 但是这个小品的现场效果 却十分不错 喜剧演员们也十分满意 演出完了感觉怎么样 特别好啊 包括我们今天的发挥 但是磨合的虽然不是什么 但是我们今天在舞台上 还是很自己演的 包括下面的笑声 很爽啊 大笨呢 大笨没关系 我刚刚就看大笨好像一直在 刚发生什么了 我看你一声饭 然后一直在笑傻 不是啊 哥有意思 就是一本正经的养个傻子 其实最狗狗 可是他就一起感觉 我俩就是特别傻嘛 俩是虎 有点虎招 那现场的效果非常好 我也听说 反正说真的得到的一级认可 那是 特别是台长 还有那个台比台长 机率还高的 也发来了贺电 说这个小品 是全天下最好的小品了 还蛮过眼的 在舞台上反正没有留下家 没有 那就是乐笑 我笑场算是有点 其实有 那不是 笑场我觉得还好 但是因为演喜剧嘛 但是我觉得 咱们这么短的时间 把这个呈现成这样 很厉害 很厉害 其实结果不重要 对 就把欢笑带给大家 对 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小品 叫做 还好有你呢 之前跟大家见过面的曹云金 又在欢乐都没风的舞台上 跟大家见面了 5 4 3 2 5 你们发购我给我们 我全土沙 吃个饭 到十七度里的 那我看别人公子 我一会儿还得看白白之波呢 哎呦 很不小 我一会儿听曹云金 都这样 我得看波哥都没忘记 我请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哎呦 哎呦 不行 我一会儿 我得看波哥都不得风 我听曹云金都叫上去 看白白之波呢 你们大家这是啥姐夫看的 这才是啥姐夫看的 我请一个月 行吧 其实对这个年纪 行 刚才在舞台上表演的除了曹云金 还有大家十分喜欢的歌手白小白 白小白 这回又加了一个 哎 话界来了 这话界来了 而且这个歌唱的好听了 对不对 但他演戏怎么样呢 你还是看电视不到这 哎大家还是别看电视了 我们看电视之前想听听您觉得怎么样 其实他演的也还挺 因为他本身这个说实话 他虽然是唱歌什么是吧 他还是对这个喜剧方面 我觉得他还是有自己的认知的 而且他也有自己的节奏 我觉得还是可以 但是他们俩搭起来 你看一个笑容演员 一个歌手 一个歌手 还有一个主持人 还有一个主持人 真的是 这是三个就是完全不同职业的三个人 你手上的旗很满 满满满满满 当然了真的是 这么强大的表演阵容 今晚我们可有好戏看了 白小白是歌手 这次也算是跨界表演 第一次表演小品的白小白 在台下也会有些紧张 这次来到欢乐东北风的舞台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这次我是 因为我平时唱歌嘛 没怎么演过小品 第一次演小品 一会儿会和曹云坚老师一起演 我特别紧张 其实我不会演戏 跨界的感觉怎么样 是紧张坎哥还是 就是比较累啊 没事得背词 知道吧 我要是唱歌的话 唱歌不也要背词吗 唱歌不用啊 直接上去唱完下来就可以了 就结束了 这个还得是背词啊 万一哪个词忘了就完了 所以说还是挺紧张的 和那个曹云坚老师 还有庆宜老师都第一次合作吗 对第一次合作 对他俩感觉印象怎么样 人特别好 特别低调 特别谦虚 然后呢 主要是人家在这个 这个语言类的节目 肯定是这个 特别厉害 你自己不得有点自信吗 我觉得你没问题啊 我这不谦虚说 我这不谦虚说 你这也太实在了 不能搞掉 不能搞掉 那磨合当中感觉 有没有出现 比如说哪个词 特别难过呀 或者第一次磨合 感觉不那么顺畅的地方 没事 哪个词特别难过 不那么顺畅 我们直接改过 直接改过 改为自己的方式 是不是 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剧本 不可能每个都适合你 你得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去演 那才是真正的你 这个剧本是死的 人是活的嘛 除了白小白外 本次出演的 还有曹云金 郭契仪和刘国泰 三位演员 和白小白的紧张不同 在开演前 曹云金一直都十分放松 那这一次的小评里面 你会展示一个 什么样的角色 这次是解决问题 虽然不是公关 但是实实是在解决问题 帮助兄弟来去解决 他生活当中 或去遇到的一些难题 那你平时是一个 很擅长协调的人 还好 其实因为我好多的朋友 有个有人的地方 他就有的时候 会有一些矛盾 就矛盾没问题 那你就去化解他 反正我的哥们之间 如果说有一些不愉快的事 大家都愿意跟我辛苦 那这次在排演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一些 什么特别难忘的事 我觉得我们这次的排演 还是比较顺利 而且呢 也经过了几次的推翻 为什么会推翻 因为剧本和创作这种东西呢 就是大家希望它更好一点 之前呢 我们还是不太满意 因为艺术多远 其实没有满意 就一直是要去 断断的 去磨合 去创新 对 刚开始呢 我们也就发了题杠 然后呢 今天的场景 不知道大家 没什么满意 这时候我们就会报 那这次来到舞台 是要跟我们大家 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就是跟我本人 完全不一样的角色 比较泼妇 烧毛病 就完全跟我本人 我本人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淑女可爱 你这样一个大反转 觉得驾驭起来 有难度吗 完全没有 本色出演 本色出演 又说回来了 就可爱的 你的骨子里 填藏了一个 这样的本性 对对对 但主要这一期 是因为那个 曹云坚老师 还有白小白老师 他们也是 大力的出演 我也是来帮助他们 能够助演成功 希望能够 其实说到 我们第三季 欢乐东北风 也有个新的赛制 大家很熟悉的 就是要两队进行比拼 了解完自己的节目过后 有没有打探一下 对方是什么节目 因为曹老师 平常我们以前 一起经常拍戏 也认识 然后过阳过量 我们也很熟 以前也一起拍小品 所以这算是 都是家人朋友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 就是反正我把 我自己分内的事情 做好 我希望大家都能 在这个舞台上 给大家带来欢乐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我们欢乐东北风 这个节目 最想给大家带来的 具体哪个赢呢 那倒还是我们赢 说福建那么多 最后还是我们赢 那必须得有感慨 有自信呢 对吧 这一期的节目 也算是大腕云集 不知道看过节目之后 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更喜欢哪位演员的表演呢 在今天的小品当中 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演员 我比较喜欢大半老师 他哪点吸引了你啊 我觉得他就是 表演的方式我很喜欢 而且在舞台上 非常自如 非常自然 那刚刚的小品 有没有给你留下 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是他和那个 郭阳还是国亮 那个鸡鸡鼓 那种就很逗 真的很好玩 那你今天把票投给了谁 投给了兄弟队 兄弟队 就要他们一挺到底 对对对对 在表演前笑的话 真是笑龙嘴 有没有特别喜欢的 小品和演员 其实我特别喜欢第二个 就是那两兄弟的 因为我感觉他从头到尾 在中间的时候 就让我意识不住的 一直想笑 郭阳 郭亮 对 你当时投票给了谁 我两边都投了 因为都喜欢 但是其实最多的是 这两兄弟 郭阳 郭亮 刚刚把票投给谁了 投给白小白了 为什么投给他呢 我比较喜欢他唱那首歌 我爱你不问贵 特别好听 平时一直关注他吗 对 一直关注 那觉察他今天表现怎么样 表现挺好的 蛮喜欢的 接耳的欢乐东北风 有没有大家十分 期待的演员和小品呢 大家可别忘了锁定 今天卫视今晚21点06分播出的 欢乐东北风哦 情统十分 给您台前喝彩 幕后精彩